施政报告一定要有几样的做到 第一就是要兑现之前施政报告的承诺 第二就是要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有曾荫权 六大产业去到现在六大产业去到哪 全部仆值 酒店、旅游、金融、科技那些全部仆值 人家现在是发展高科技 香港仍在说整个北环线 整个高速公路在新界北那边 都是在说这些东西 在说起铁路、起道路、起基建 这些做法由曾荫权年代做了很多 结果沙中线、屯马线 你说珠澳、大桥、高铁那些 不是成为大八仗就超级、超级、又超级 你看一世界已经在转 好,你这么久经济转型就做不到 财赤,今年大件事 虽然财赤我觉得是正常 经济不好就要财赤 不要常常说财赤好像洪水万寿 不过数字 香港财政储备去到三月 到九千四百多亿 现在预计今年过了财政年度 是八千亿都守不住 初初政府年初估计财赤 五百多亿 之后陈茂波收正到第三季到九月 就是一千亿 现在预计是会超过一千五百亿 接近一千六亿 为什么这些数字永远都是计错 股错数 经济 我估计 政府初初今年经济是没有增长 也不会负增长是零 现在就是负零点七是会负增长 不是你消费券很厉害的吗 陈茂波之前说消费券今次就五千元 斩开到两三次派 增加了乘数效应 不会有负增长 过两个礼拜都说 现在又很可能会负增长 这些东西永远长期中期短期看的数 预计每次都错 是没有一次对的 那你说这些施政报告 我跟你说这些假大空 是说这些东西如何兑现 因为我们不是要一些 搬自过子的施政报告 不是要一些空有数据 然后得出来的结果 或者效率是做不到的 好像三年前 当时林郑她的时代就答应了 为帮一些安老服务 社福服务 投资二百亿 最少百多个项目 去找地方租或者买 去建一些院舍、社福中心 结果三年她的目标 三年就会做到 三年之后就是今年 二百亿就用了 0.55% 是0.55% 你没听错 是1%她都没有 是用了一千 不是 是用了一亿一千多万 百几个项目 得寥寥 几个项目是兑现了 那你说好像你什么 什么若动港岛南 有什么增保海先方 有什么水上运动中心 这些全部都是没有兑现 海事处连船都沉连了 海事处连船沉连了 一张照片一条片她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说这些施政报告 第一 给你看回有多少你做到的呢 之前那些 我看不到有什么经济的转型 我看不到你所谓高科技发展 是几年前都知道 没给科技员一百亿 一出银行做定期 这些叫做投资一百亿去发展高科技 我真是看这个微电子中心是怎样成的 别人那些 三星 海力士 台积电 你真是跟大陆 什么长光储存 长阴存储 中心国际 你都没有得比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香港是有这样的缺条件 那么 在97年的时候 中心国际前身 甚至想着落户香港 谁知道当时董建华政府 押资押了摩洛国 别人最后就选上海 真的 所以说你香港政府很多时候 你不够软健 那些是比别人很多拍 现在新加坡很多的数字都超越你了 别人那些人均GDP 六万亿美金香港四万六 那么小别人一万几亿 所以现在这个施政报告 你以为这个封面整色整水 这些你就叻 真是看不到完全有什么的政策 是可以改变到香港现在 在经济上 在发展上 那些阴霾怎么撥走呢 我完全看不到 你看香港那些 就算是亲建制那些 调查那些商务 他都说了 那些企业 那些基层 管理层 流失了两成多 三成多 那为什么移民 那为什么移民 你不会不知道 不过你不面对 就是说移居 他们不是移民 就好像这个港老板 没有移民的数字 好了 然后你政府 连这些统计数字你都没有 你怎么去对症下约呢 好了 其实你要对症下约 都未必需要这些数字 你社会气氛改善一些就行 社会依然撕裂 你只看平时新闻一下面 几多那些 这些蟑螂抵死 这些蓝丝又怎么怎么怎么 大家那个对裂的情况 是几厉 你听这些歌手 你就是代表蓝 你听这些歌手 再代表黄 大家又咬一餐 就算你看我们留言区一这段 因为二十大 几多那些五毛小分红 他都入了你 你社会怎么和谐 其实你政府主动 你解零还需系零人 就是你政策的问题 引到社会一些不满的声音 然后一些人就不满你 做什么不满过政府 然后出现这些撕裂 你一天的东西 你不改善不对症下约 那整天在玩乐园艺术 哎呀其实没有人财的流失 就是正常的流动 你是那些东西不会改善 那有些东西你不敢做 那有些经济政策你放宽一点 让市民的气氛 轻松一点点 又是不做 那结果由经济民生社会气氛 政治的气候 没有一样是做到这个政府 应该要做的目标 大陆前十几十年就不断升 高铁经济学 香港都为真蔭权 什麽十大建设都学了这个东西 但香港有很大问题 那些东西就不断超市 还有长期营运之下 那些钱都亏了 你怎样去想好做好这些事 比如港珠澳大桥高铁那些教训 现在又静北环线等等 香港你要建多些铁路 香港就用铁路做主线 但永远牺牲了 很多地区的小巴巴士线 又要减少 班次又要减少 而地铁最大的问题 经常都加价 初初给你地铁上改物业 由你地铁管理 赚大钱 之后又要收管理费 其实就希望你这边的收入 不要说补贴你 是叫你不要整天加价 但谁知道价就照价 事故就故障 就整天都出现 然后物业的管理质素都不是高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那些地铁都还可以整天这样加价 有时不加的时候 所谓给你一些优惠 有什么回赠 就好像黄恩浩党 所以你看到 你再建这么多的基建 第一你要想想 基建大和经济这个理论 到现在 你有没有与时并进 有没有想想 如何创新科技 在香港品牌做好些 香港不是没有品牌 但那些老品牌 你看自己的木厂 看粤和这个醬油 再看得到雪粒 你怎么对它 其实别人都没有说不搬走 你沟通好些 安排好些 你看这个喵喵 你看到香港政府很多时候 那些品牌是政府一手你自己 要踢人走 令到别人就很难继续经营下去 其实香港的发展应该怎么用科技 去协助这些品牌 令到香港的品牌 在国际要发光发亮 你香港政府不是 你发展这个微电子中心 我这些旧品牌 踢走它 然后微电子中心 然后微电子中心你怎么发展 你都看不到你有什么很好的蓝图 然后我没有联络 那些数字 哎呀 GDP差了 哎呀 发展它的基建 完全是十比二十年前的思维 不断去吐用到今天 那些东西当然是完全没有进步之外 尽是退步的